每當能量一大,因在就是一片白花 有人問過我說,欸,長版該怎麼出去這種非常messy的狀況 在影片開始前,我必須再三強調我衝浪真的沒有很強 那做這支影片的用意,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這兩年內我下水下這麼多次的心得 所以,如果哪裡有說錯的話,麻煩大家善用底下留言區來指證我 能夠獲得前輩指證,小弟也會虛心受教 在我滑出去前,我想先跟大家解釋幾個比較簡單的觀念 第一個就是,在滑水時白花等於後退,離岸流等於前進 所以我的策略很簡單,就是找到離岸流,並且避免被白花撞到 一般來講,離岸流比較常會出現在一個海灘的兩側 以雙屍為例的話,它左邊這裡有石頭,右邊這裡也是石頭區 所以離岸流比較可能會出現在這兩個地方 但是,這個不是一定,每天的狀況不太一樣 所以最好的方式,還是直接去問Local,或是你比較強的朋友 以當天狀況來講,雙屍的左邊大概是長成這樣 這裡是石頭區,這裡會有一個比較固定的break 然後這邊也會有一個比較固定的break 所以在下水前,我的策略很簡單 就是沿著石頭滑出去 在快出去的時候,我往右滑一點點,被它衝回來都沒有關係 因為我知道我只要到這個gap,我只要到這個區塊 我就有可能逮到第二個離岸流 我們來看看那天實際滑水情況吧 為了呈現這種滑水滑到懷疑人生的感覺 我打算一刀未撿,給各位感受一下 從入水到真的滑出去這段艱辛,讓你有多崩潰 如果覺得無聊的話,請各位自行快轉 那基本上,當我不是很有把握的話 我絕對保持體力,能用走的就用走的 有些海灘越往外走就越深 這種海灘通常它的浪會非常的順 但是我衝過大部分浪點,都是屬於有sandbar的 在sandbar的尾巴通常也是浪會最大最捲的時候 過了這個地方,基本上就海闊天空了 我看過很多剛剛接觸衝浪的朋友 常常連走都走不出去 每次遇到白花就會被打回來 我發現這些朋友比較常出現的問題就是 在浮板的時候浮得太前面了 像我自己是喜歡把重量幾乎壓在板尾的最後面 我把全身重量都壓在板尾 讓板頭翹得很高 基本上白花可以從整張板的底下過去 如果能讓板子跟白花乘90度的話 能夠大幅節省越過浪所需要耗的體力 好,我在這邊應該已經踩不到地了 所以我就跳上板開始用滑水 在滑水的時候,當白花沒有很大 就像做伏地挺身一樣 把自己撐起來 讓白花從你跟板子中間過去 那每次被白花碰到,我就會往後退一下 像這一個我覺得白花有點太大 我就會需要歸翻 但基本上能夠不歸翻我就不想歸翻 因為從歸翻到上板到在滑水 我需要花的時間比較久 這裡又要一個歸翻 但站起來之後我發現我又踩得到地板 所以我就打算繼續用走的 繼續走,繼續走 這裡我又可以滑水了 我現在看到外面沒有浪 所以就跳上去狂衝就對了 不過我要講 這一天以雙屍來講 並不是我遇過最難出去的一天 有的時候怎麼也等不到他平歇的時候 這個時候只能硬著頭皮往外滑了 那天算是運氣蠻好的 還等得到沒有浪的時候 可以讓我這樣往外滑 從畫面中可以看到前一道浪 Break完之後留下的白色泡泡 所以在滑水的時候 基本上我就是沿著那個泡泡的周圍滑 哇出來了 那天運氣也很好 就朝著這個白色泡泡的輪廓滑出去 剛剛好也是第二個離岸流 所以很快的我就滑出去了 不過我要講 通常事情不是傻人想的 那樣簡單 馬上一到巨獸就在我面前 哇前面好像又是一道 那個時候以為會很捲 所以選擇龜番 但是現在看起來 好像不需要到龜番 手稍微撐一下就可以過了 哇你看 智障如我 馬上擋到人家的航道 在此跟這位大哥道個歉 大哥抱歉 我這個雙屍癌細胞 基本上越過這道浪之後 就海闊天空了 我會看到 我會看到 在海底之前 我會想要在海底上 我會想要阿滋 甚至把阿滋 在那邊 就海邊 很透霜 看起來 我會想要 真的 我 喔那天運氣很好 一出來馬上有一道浪 剛剛好是在我的位置 轉身追浪 啊靠我搶到別人浪了 這位大哥再跟你道歉 我真是雙屍癌細胞 拿這張長版搶人家浪 真的非常危險 基本上就是64等級的坦克式碾壓 小弟再次跟您道歉 我這個雙屍解放菌 好了接下來影片就差不多是我在外面等浪耍白屍 那我最後還是要再次強調 我衝浪真的沒有很強 長版我更是不了解 做這支影片的目的主要想跟各位講 其實真的要在大浪的時候滑出去 沒有各位想的這麼的痛 有時候還是需要靠一點點小撇步 怎麼去找離岸流 怎麼去避開百花 我希望大家善用底下留言區 把它當作一個討論看板 你們同意或不同意我說的哪些地方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 出來了 還搶人家一道浪 如果大家下一次還是發現滑不出去的話 其實非常非常有可能是 滑水的技巧不夠好 我知道大部分的人都不住在海邊 只有週末兩天能夠下水 平日的五天怎麼辦呢 其實就是要在家訓練 每天只要在家練十分鐘 你的進步會超乎自己的想像 我會在下一集的影片跟各位分享 平常我在家都是做什麼樣的運動 來彌補沒有辦法常常泡在水裡的限制 所以還沒有訂閱的朋友 麻煩幫我按下底下的subscribe button 敬請期待下一支影片 希望以後我們再line up 見 那還是滑不出去的朋友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我是Darren Peace